好 这一周我们要讲的是修行的四个阶段 这一周讲的会比较转一点 各位修行到这么久 各位看看都有没有经过这四个阶段 其实这四个阶段呢 我们会把它归类为 极大极小忽快忽慢 这四个阶段没有一定的 它并不是一定的 有时候会忽快 有时候忽慢 有时候停滞 有时候反而觉得是退步 各位看有没有这个 你在修行的过程中 有没有莫名的喜悦 大部分的人都有过 尤其在刚起临的时候 那种莫名的快乐的感觉 那种不要说快乐 那是一种喜悦 那是一种喜悦 而且是没有压力的那种感觉 请你回想一下 去记住这样的喜悦 这样的喜悦通常来自于初行期 通常会在刚起临的时候 或者你不经过起临的阶段 你的小我刚上来的那段时间 你的这种身心灵愉悦合一的感觉 觉得轻松自在 这样叫做泪开悟的状态 你记住这种喜悦 虽然这种喜悦它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虽然它是假的 但是你记住这一种泪开悟的状态 这个是在你修行过程中 每当你提升一次 它就会出现一次 所以请你记住这种状态 当你心情在不好的时候 当你觉得压力过高的时候 去回想一下 当初你的这种状态怎么来的 尽量把它调回来 你就比较容易过目前的关卡 那这个期持续的时间长跟短 因人而异 有的人在出行期 他是停留一段非常长的时间 甚至他直接就跳到后面 跳到后面第三期 而不再第二期 我们来看第二期是什么 叫做精进期 精进期就是你的身心 你一样是很愉悦的 对修行相关的事件 你非常的感兴趣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 自己的灵性很厉害 会有这个阶段 这个是什么 这个指的是 当你过了都行期之后 你往精进期走的时候 就像 比如说像我以达辉当例子 达辉他刚研究紫微斗数的时候 他觉得很欢喜 很欢喜 然后研究到很有兴趣 他会进入精进期 他会觉得 只要是紫微斗数 我就很有兴趣 他会去参阅很多的资料 遇到人 他就想帮人家解盘 这就是你对修行相关的事件 开始很感兴趣 你就很 对这件事情 你变成很热衷 这个就是你到了精进期 如果你在修行 到达精进期的时候 你自己会比 出行期呢 更加的愉悦 然后更加的快乐 然后更加的有信心 这个在精进期 可是呢 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 特别小心 因为我们是修灵 小心你的灵性会产生高傲 产生高傲的时候 你自己是不自觉的 这个阶段要特别注意 这一个 那其他的是不需要担心的 有些人在精进期的时候 往前冲 冲太过了 冲太过了之后呢 当你进入下一个 考验期的时候 你会变成 红色字的部分 来我们来看前面 通常你到考验期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考验没有很大 或者你走的路 是很正向的 你觉得很多事情 都不强求 你走在中庸的路上 你会变得乐于帮助别人 不会悲观 然后你觉得 修行的路还蛮顺畅的 一路平常无奇 感觉就有点稳定了 那如果呢 你走的是 感觉越来越苦 然后越修越没劲 然后开那个麻烦的事 开始一直涌现 这是什么 有过吗 通常会有 那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 很重要 很多人在考验期的时候 越来越没劲 然后就不见了 也不修了不完了 通常会在这个期 会在这个地方 中断修行 然后如果你在这个阶段呢 遇到好的师兄姐 他还可以勉励你 还可以把你拉回来 这个时候你遇到的是 小人的时候 三言两语就把你拖走了 你就中断修行 接下来当你过了那个期之后 你会到 比较稳定的叫做度重期 因为稳定 而且你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 甚至呢 会有人主动的来求助 或者常常不自主的想帮助别人 就是其实你在修行 如果你是一路这样修上来的呢 你一定会有所改变 不管你的行为举止 或者你散发出来的能量场 或者散发出来的气场 绝对会不一样 绝对会不一样 甚至有一些没有修的人 他是敏感体质的 他只要在你旁边 他是有感觉的 我举个例子 这一次我发表的那一个 度重的心得啊 有一个就是这样的 我没有主动开口 我只是在他旁边 他问说 师兄你旁边自动叫师兄 你旁边是不是有很多神明 他是什么感觉 我说你怎么会说 我身边有很多神明 他说不知道啊 我对这一种感觉就很敏感 尤其是一种有修行的人 在我旁边 我的身体就震动得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你旁边 你一定有修行 你旁边有很多神明 其实如果是你站在旁边 他也一方会这样问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 怎么样去应对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修的人 我们修的稍微有一定阶段 不要说阶层啦 稍微一定阶段的 其实是有不一样的能量场 可以让人家感觉到的 甚至他不一定主动来找你 他可能没有感应 可是如果这是你的机缘 通常会开启这样的机缘 那这四种期呢 他不会是一直循序渐进下来的 他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他可能是 有可能你在出行期 很快的你就会直接到考验期了 有没有可能 一来百 我觉得好快乐 我修行了 可是呢 第二个礼拜你就开始越修越苦 麻烦事开始涌进了 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 你第一个礼拜是出行期 你第二个礼拜就进入了考验期 然后呢 很快的又解决了 又回到出行期 然后直接跳到渡动期 有没有可能 那我就是这样子的 我第一周呢 我在起零的时候 第一周是出行期 接下来第二周 我就跳到了考验期 而觉得哇 开始涌入一些麻烦的事情一堆 然后呢 接下来我直接跳到渡动期 我在渡动期 持续了大概一个月 持续了大概一个月 这当中被我带去修的人 大概有二十几个 很快哦 然后呢 接下来我又 由渡动 由我的渡动期 接下来我跳到精进期去 变成我自己在精进 然后精进期之后 我又跳到了考验期 考验期之后 我又跳到了 另外一个阶段的出行期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四个阶段是会轮来轮去 跳来跳去的 它是会忽大忽小 忽快忽慢 旋进旋出 旋上旋下的 有没有道理 各位现在可以 闭上眼睛 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要讲 这四个时期 我在表达什么 好 好